當面吐槽高家瑜 賴清德笑得好開心 看得出兩人好交情 拉抬高家瑜立委選情 賴清德連續兩週都來輔選 但同時間 機器黨無心帶再度來踢管 在旁邊發文宣爭取支持 跟高家瑜陣營保持一定距離 賴清德言下之意 吳清代不僅無法勝選 還會保送國民黨李彥秀 這讓吳清代不忍開槍 說他從來沒有跑過票 這個其實也是錯誤的 因為目前已經證實了 他不只有跑過票 而且還因為這件事情 被民進黨黨團罰款過 黨團有做決議的 我們都是跟黨團走 那吳清代一再的用一個 說謊摩黑攻擊的方式 不僅攻擊我 現在連賴副總統都要攻擊 那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已經是走火入魔了 港湖雙書 隔空對嗆 這邊綠營立委選戰分裂 但另一頭總統大選 藍白河還在談 就連藍營內部 馬英九 韓國瑜等 都公開表態支持 柯文哲方案的全民調 就有學者分析 柯文哲變成藍營統派 甚至是中國的共諸 分配權位的政黨河 其實更重要的是 全民要團結合作的全民河 積極營營於彼此政黨的利益 成功的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 肯定臺灣 也上架臺灣 在這種狀況之下 國際社會當然不希望 臺灣走回頭路 那進了兩度引用蔡總統的談話 似乎有蔡歸賴隨意味 總統立委選戰都要拼出 勝選陳希丹 三兄往下音樂 不會台北談不到 ider版olf 三兄往下音樂 三兄往下音樂 完成了 給我們